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们齐齐地望向镜头 然后更像是中了什么魔咒一样 面容呆滞地来到窗户前一遇而下 不多时 窗外传来了母亲们悲伤的哭喊声 另一边 我们的男主亚瑟正满面悲伤地想要自问 但还有对世间还有牵挂的他并没能下得去手 就在这时 镜子里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女人叫着亚瑟的名字 听到声音的她迅速转过身 那女人却消失不见了 原来她就是亚瑟四年前男产去世的妻子 丧气之痛让亚瑟近乎崩溃 连在儿子的画作中她都带有一脸的悲伤 这四年沉浸在悲痛中的亚瑟根本无心工作 于是律师事务所老板给她下了最后的通牒 要是这次的任务完成不了 她就要失业了 亚瑟要做的就是处理爱丽丝夫人留下的遗产 一栋处理在沼泽地附近的古堡 老板要她阅读房子中的所有文件 然后找到爱丽丝女士最终的遗嘱 将古堡处理出去 在前往古堡的火车上 亚瑟遇到了一个好心的男人戴丽 戴丽是古堡所处的小村庄里的村民 这个热心的男人将亚瑟送到了他预定的旅馆 并邀请他在第二天晚上到自己家做客 亚瑟十分感激连忙应允 告别戴丽之后 他推门走进旅馆 只是旅馆老板好像并不欢迎亚瑟这个客人 并直言自己这里已经没有房间了 旅馆的老板娘金发妹不忍心在雨夜赶渴 并向老板求情 老板这才松口让亚瑟在阁楼住了下来 亚瑟搬进来后环顾四周 他发现了很多女孩的照片和一些染血的娃娃 原来这间阁楼就是开始时孩子们跳楼的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 亚瑟来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料 负责人把文件交给他之后 就劝他尽快离开 但亚瑟非常重视这份工作 于是拒绝了负责人 并直言自己要到古堡去看看 负责人看亚瑟不听劝 连忙强硬的吩咐车夫将亚瑟带到火车站 这次工作关系到他是否还能留在这个事务所 亚瑟只能高价贿赂车夫 让他带自己到那个古堡去看看 穿过大片的沼泽 车夫将亚瑟带到一个破旧的大门边 然后告诉亚瑟自己会在五点后过来接他 推开门走进古堡 亚瑟默默地审视着房子中的一切 这房子内设虽然富丽堂皇 但看起来已经荒废了许久 蜘蛛网节的到处都是 一番搜查之后 亚瑟将找到的文件都堆在了客厅的桌子上 然后逐一番看 从文件中亚瑟了解到房主曾经有个儿子 七岁的时候死于附近的沼泽地中 尸体至今还没有找到 忽然屋内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寻人的声音 亚瑟来到了二楼的一个屋门前 这屋门年久失修 锁都坏了压根就打不开 随后亚瑟来到另一个房间 就在他打开窗子 想要透透气的时候 看到森林里有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 女人面朝古堡 似乎也在看着亚瑟 一个荒废已久的古堡周围 怎么会有人呢 还没等亚瑟想明白 房子里的乌鸦冲出来 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等他再回头时 那女人不见了 是错觉吗 亚瑟连忙朝着女人所在的方向追了出去 他想确认一下女人的身份 只是他一出门 四周雾气迅速变得浓重 很快亚瑟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只有马车深陷泥沼 和小孩的求求声在耳边响起 亚瑟被包裹在浓雾中寸步难行的时候 一个男人出现在亚瑟身边 原来是车夫到点过来接他回小镇 回到小镇后 亚瑟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告诉给了警察 那警察听到黑衣女人出现后 神色大变 老警察离开后 两个男孩扶着一个小女孩 来到警察局求救 女孩误使了清洁剂 鲜血不断从她口中喷涌而出 就这样女孩死在了亚瑟的怀里 目送女孩的家长带走她的尸体后 亚瑟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宾馆 金发妹拿出酒来安慰她 并劝她赶紧离开这里 回家去陪着自己的孩子 亚瑟应约来到戴莉的家里 进门前戴莉告诉她 自己家里的规矩 那就是禁止对她的妻子提起孩子的话题 因为他们唯一的儿子在多年前去世了 从那以后 自己的妻子就有些精神上的问题 果然晚上吃饭的时候 戴莉的妻子就犯病了 她拿着餐刀在桌子上狠狠地划蜡着 安顿好妻子之后 戴莉和亚瑟在壁炉旁喝酒谈心 原来镇上一直有个传说 只要有人看到黑衣女人出现 那就将会有一些孩子离奇死亡 但戴莉是个无神论者 她并不信这些鬼神之说 只当一切是个意外 只是镇上的其他人不是这样想的 他们认为是亚瑟看到女鬼才害死了女孩 所以自发的蓝亭戴莉的车子 想强逼着亚瑟离开 戴莉假意妥协 趁人不备的时候 一脚油门冲出了村民们的包围 戴莉将亚瑟送到古堡 她希望亚瑟可以尽快将房子卖出去 这样村民们才能走出迷信 临走前还将自己的狗大黄留给亚瑟防身 亚瑟第二次来到古堡 这次她将在这里度过一整晚 进屋后 亚瑟第一件事就是把整个房子都点上蜡烛 随后她想起了上次那个打不开的房间 这次她用所有钥匙试了一遍 还是没能打开 亚瑟只能到其他房间继续搜寻线索 就在她翻箱倒柜找资料的时候 门外飘过一个小孩的影子 亚瑟连忙追了上去 只是小孩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没能找到那个人影 亚瑟只能静下心来继续工作 还没看两夜 大黄就叫着跑出了古堡 跟着大黄 亚瑟来到了森林中的墓碑前 看着眼前的碑纹 她发现爱丽丝 其实还有个叫做珍妮的妹妹 已经找到大黄 亚瑟也不打算在外逗留 在回床的时候 亚瑟又一次看见了 那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 她正在古堡的阁楼中 静静地盯着自己 为了弄清楚这女人到底是人是鬼 亚瑟鼓起勇气来到了那间阁楼 但是女人又不见了 等亚瑟透过窗子往外看的时候 黑衣女人出现在了亚瑟的身后 只可惜亚瑟没能发现她的身影 但这次也并非完全无功而返 亚瑟在窗边的箱子中 找到了很多文件 那些都是妹妹真一写的信 原来爱丽丝不幸早逝的孩子 并不是自己的 她以妹妹的精神有问题为借口 孩子一出生 就直接把她接到自己身边抚养 不仅如此 她还断绝了妹妹和儿子的联系 这让妹妹十分怨恨她 孩子的不幸夭折 也被妹妹认为是见死不救 失去孩子的痛苦 彻底打败了珍妮 在孩子死后不久 她也选择了自杀 看着看着 亚瑟慢慢睡着了 一个黑色的身影 悄悄地朝着亚瑟靠近 好在大黄及时出声 叫醒了亚瑟 才救了她一命 亚瑟醒后 黑影已经不见了 但是桌面上 爱丽丝夫妇的照片 不知被谁划划了脸 就在这时 二楼传来 吱呀吱呀的声音 亚瑟走上前去查看 正是之前 怎么也打不开的那间屋子 这次用上全身力气 亚瑟也没能打开这扇门 于是她转身去寻找 镇守的工具 等她回来的时候 门自动开了 里面的摇椅 无风自动 就像是有人坐在上面一样 等亚瑟走近时 摇椅却又不动了 私下搜寻一番 她发现墙纸 翘起的一脚后 有些痕迹 撕开墙纸 一行血红的大字 出现在她眼前 你本来可以救她 这应该是 失去孩子后的真年留下的 不知不觉中 屋外开始下起大雨 一个女人的嘶吼声 在亚瑟周围回荡 亚瑟来到窗户边 黑衣女人又出现了 这次她没有消失 而是慢慢的 朝着古堡走了过来 与此同时 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手印 亚瑟不受控制的 抬手触摸那个手印 一个女人的脸 清晰的出现在玻璃上 这把亚瑟吓得连连后退 与此同时 楼下的大黄也叫了起来 亚瑟来到客厅 发现大黄正对着大门狂吠 走近一看 闻把手在咔咔地转动 像是有人想要进来一样 亚瑟壮着胆子 问了句谁在外边 屋外没有传来回应 但是门把手 转动得更加厉害了 亚瑟打开门 树林中 一群被黑衣女人 杀死的孩子们 出现在她眼前 就连昨天死在亚瑟 怀中的小女孩也在其中 本不幸鬼神之说的她 被吓得赶紧退回房子 并且关上了屋门 但屋子里也并不安全 一行脚印出现了 踩着脚印 亚瑟来到二楼 屋内的八音和玩具 咔咔地转动着 忽然黑衣女人 上吊自杀的场景 忽然出现在亚瑟眼前 屋内的摇椅 也晃动得更加厉害了 随后便是一个 满身泥泥的男孩 朝着亚瑟嘶吼 眼前的一切 都让亚瑟无比惊恐 她想要逃离 但黑衣女人 出现在下楼的 唯一通道上 黄浪之中 亚瑟躲进一个房间 她锁好门 想要阻止黑衣女人进来 只是木门 哪能防得住鬼 看到房间里的白色床单 慢慢地变成了 一个人的形状 亚瑟再也受不了了 她被吓得夺门而逃 一路逃出古堡 亚瑟看到了 来接她回去的戴笠 回城的路上 亚瑟将这一晚的 见闻告诉戴笠 但戴笠是个 坚定的无神论者 并不相信亚瑟的话 还劝她不要多想 回到村落里 亮人发现 不幸的事情 果然发生了 一个村民家里 燃起了熊熊大火 物外防住库的 私刑猎废 因为他们的女儿 现在还被困火场 亚瑟冲进火海 想要救人 这时女孩 已经被黑衣女人控制 直接摔碎油灯 自焚而亡 亚瑟只能无功而返 从火海逃生后 所有人都用 责怪的目光 望向亚瑟 戴笠只能带着亚瑟 先到自己家坐坐 在这里 亚瑟见到了戴笠夫人 她忍不住问戴笠夫人 当年她的孩子 丧生的事情 原来她的孩子 也是在看到 黑衣女人后 离奇死亡的 这些年来 不仅是她 整个小镇里 基本上家家户户 都因此出过人命 戴笠夫人越说越激动 后来更是直接晕了过去 一个又一个例子 摆在眼前 亚瑟不得不相信 黑衣女人的传说 想到自己的儿子 即将过来寻找自己 亚瑟就一阵后怕 她让戴笠 送自己去火车站 劫住儿子 只可惜 这会儿沼泽地区 已经涨潮 汽车开不出去了 根据古堡里的资料 亚瑟认为 黑衣女人 就是被夺去孩子的真意 丧子之痛 让她在自杀后 化为厉鬼重返人间 并试图夺取 更多孩子的性命 让其他人也感受一下 自己的这种切夫之痛 所以为了打破诅咒 亚瑟决定 为黑衣女人 找到她自己的孩子 丹丽开车 带着她 来到当年的那个沼泽地 亚瑟亲自 前进沼泽地里 几次浮沉 终于找到了 当年失事的马车 用丹丽的车 将马车拉出沼泽之后 亚瑟找到了男儿的尸体 他将尸体洗干净 包了起来 很快黑衣女人就现身 来和儿子团聚了 等异象结束后 亚瑟将珍妮的墓穴打开 又将男孩的尸体 放了进去 一位一切已经结束的男主 放心地来到火车站 和儿子团聚 并吩咐保姆改变计划 直接订下当晚的火车票 离开这里 就在她和戴莉 道别的时候 儿子却悄悄地松开了她的手 等她回过神 转头去寻找儿子时 黑衣女人的身影 就出现在对面的月台上 亚瑟顿感不妙 转头一看 儿子正朝着 及时而来的火车走去 就此心切的亚瑟 直接跳下了月台 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儿子 火车飞驰而过 戴莉从呼啸而过的车窗上 看到了黑衣女人 在她旁边站着的是 被她杀死的所有孩子 等亚瑟睁开眼时 她死去的妻子 已经来到了她身后 三个人牵着手 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和其他电影 鬼怪消失 或主角死里逃生的结局不同 本篇选择了一个 与众不同的结局 男主的死来做结尾 另外作为一部英国恐怖电影 本篇非常善于 利用场景来对氛围进行渲染 爬满藤蔓的古堡 房间里摆着的 精致瓷娃娃和八一盒 英国特色 浓重到化不开的大雾 阴冷潮湿的天气 搭配上冷清阴暗的色调 一切场景都在描绘着 一百多年前的英伦风情 虽没有过分的血型场面 但导演对悬疑的故事情节 和压抑的场景刻画 非常有把握 她将英国那个年代 特有的恐怖氛围 展现的淋漓尽致 喜欢这种精致画面的观众 可以看一下原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